大家好,2021年2月28日第一部视频 天津一名初中老师在班上痛骂了学生四分钟 言语之中带出对学生这个家长出身的鄙视 告诉学生,你们很多人家庭不是官,也不是贵,也没有什么钱 所以呢,你们自己对心理有数,你们素质低下,可能跟你这个家庭有关系 充满了这种对人的污蔑 但是他这些言语呢,确实道出了中国现在的实情 一个是歧视,一个是阶级分化,一个是这个教育 教育叫什么教育界的这种素质低下和这个乌烟瘴气 我呢,给大家做了报道 我认为呢,这个老师呢,是一个真小人 他比那些嘴上对孩子说一视同仁,你们都是祖国的未来 只要好好努力就有光辉美好的前景 那样的伪君子要好得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伪君子带来的伤害更大 因为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那些呢,伪君子呢,是钱赵收,李赵收,这个关系赵走 对学生呢,比事照样存在 利益交换也一样存在 但是嘴上呢,还具有欺骗性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有很多网友,那个纷纷表示这个 对这个老师的愤慨 对中国教育界的这个愤怒 也有很多网友不同意我的这个见解 认为这就是个人渣 我呢,说我承认他是个人渣 但是呢,我认为他相对那些老师来讲呢 就是危害还小一点 因为他是个真小人 比伪君子要强得多 今天呢,我们再抱一抱这个人渣 又做了什么事 这个人渣后边有一系列骚操作 而且这些操作呢 跟这个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 和他的所在学校有密切相关的关系 应该说是他们联手来办的后面的事情 两方面事情 一个是老师装不作样的 在微信群中发了一段话 既有解释,更有威胁 卵应两手 然后感觉不行呢 又以学校方面来组织 把所有的家长叫过来 开一个家长会 然后在这会上呢 更是充满了这个威胁 最后逼迫这个家长写了一份请愿书 也就类似于万民书这种东西 以其用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说法 减轻这个老师未来这个可能的处罚 其实呢就是当做一个借口 处罚变轻 这是必然的 甚至不处罚 只不过呢把这个呢 到时候更好更好说一些 当做一个依据罢了 我们具体看一下 他都做了满下 骚骚作 第一就是这个事情火爆之后 引起了广泛的民意的这种 愤态 然后当天 这个老师就抓紧在班里的微信群 发了一条给所有家长的这个微信 我给大家念一下 边念边点评 各位家长打扰了 据说今天有关我的音频火了 这音频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 这句话什么呢 对于我不算什么呢 就说是 对我没什么压力 对我没有什么这个影响 我不在乎 我无所谓 这样呢就是为了先打击 所有家长和老师 希望对他严厉制裁的这个期望 就说是你们无所谓 不会影响我什么呢 就说先灭灭对方的这个 威风吧 打击对方的自信心 自信心 这是第一句 我教育学生我知道这件事 我第一想到的是这个孩子 老师向你道歉 第二句呢 就是做一个虚伪的解释 就是我说这段话 充满了污污性的这段话 本性呢是为孩子好 是我在教育孩子 这个呢 冠冕堂皇的话 他呢 本意呢 绝对不是为了孩子好 只不过呢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让他有感而发 估计是捞的好处少 得的这个可交换的这种关系 手 所以他有一些不满 至于其中呢 说的一些 严死 已经证明了 他对人的污蔑 包括带很多妈妈的口头语 然后我向你道歉 这个呢 就是一个 你总得给大家说点什么 只不过装模作样啊 这个 这个不不必当真 我给你提供了素材 你录了 你的无心之举 让我火了 然后就是说 对这个事进行了点评 我提供了素材 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在创作 你在编 你这个故事 不是事实 因为素材嘛 素材大家都知道 是创作才用的东西 你录了 你的无心之举 让我火了 你录了 那肯定录的人是有意录的 但他说呢 你的无心之举 那也就说 他这句话呢 就是正话反说 虽然知道你故意录的 但我说你是无心之举 让我火了 让我火了呢 我认为他可能有点语带双关 即使说这个视频 音频 让他传遍网络 甚至臭遍全球 同时呢 也可能表示 他心中很愤怒 这个表示出他的意思来 他点了点提 他点了他心中的一个状况 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我不会找你 这句话就是威胁 这句话 大家千万不要当作一般的话 这个在中共的权力部门 执法部门 或者是管理部门 事业单位 他们经常用这种说法 这个你不要干什么呀 你要注意以后自己的生活 要幸福啊 你不要在网上乱发言啊 那个小心被删帖啊 你不要乱发言啊 小心把你抓起来啊 说的都是关心你的话 其实呢都是威胁 他们的网警啊 也经常用这种方式 嗯 这种叫做软威胁 他这个老师用的也是这个 我我们再评一遍啊 你不要让我火了 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大家没有说有心理负担啊 要有心理负担的话 也不会说是把这个要上船啊 既然敢上船 就不担心遭受一定的报复 也说明这些家长和学生 对他这个言行的惹不可忍 这个对他的愤怒 之所以敢上船 就也考虑到可能会有的一些报复 之所以上船 就是希望对他进行制裁 而且已经最起码 甭管是真的假的 大概率是假的吧 当地教育部门已经说了 要对他进行处理 首先是停职 所以大家没有心理负担 这时候你说 这时候这个老师反而说 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那就是反说 就说你要小心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就是你要有心理负担 你要有心理负担 再提炼一下 就是你要小心 我不会找你 那就是这句话 就是你小心 我找你啊 我报复你 找你就是报复你 找你干嘛 还请你吃饭吗 找你就是报复你 你小心 我报复你 我报复你啊 这已经丑陋嘴脸 一览无余了 这个你放心啊 又加重一句 这个你放心 那就是你心里 要明白这个事 我绝对会报复你 因为大家没考虑报复吗 你说这个话 没人说报复 好好的 再说这个事 没人说报复 哎 你反而说报复的事 往这方面去引 那就他就是要威胁 就当你成长过程 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这句话是稍微缓一下啊 同时呢 也是映照前面那句话 这个这音频 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 就把这一句要再连起来说 这音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就当成就当你成长过程 和我开了一个玩笑 就说是无所谓 你爱爱告告去吧 虽然火了音频在全网都知道了 无所谓 虽然我停止了 无所谓啊 对我来说 不过是个玩笑一样 听出来了吗 他对大家的继续的这种心理施压 就是表示啊 无所谓 不影响我 你们也甭闹 闹下去 还是无所谓 我不会怎么着的 你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我依旧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 你的孩子 你不会这样教育的 不会骂骂咧咧的 即使骂骂咧咧 甚至动手打 但是 这个 你所言辞之中 所对他们出身的这个贬低 虽然道出了实情 但是你对比过去的这个权贵子弟 带给你的好处 你们这些学生不行 所表现出来的免事 也不考虑孩子幼小的心灵 是否能够成熟 这就表现了 他这个 不是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 你们不努力 就会不如你的父母 就会阶层下移 这就是真的 我对这一句是认可的 这一句也是他 能让我 对他 认为他是一个真小人 在言语之中 还有一些可取之处 昨天做视频 最打动我的一句 就是 你们不努力 就会不如你的父母 当时他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但他又美化了一下 就会不如你的父母 就会阶层下移 唯一 微信群里边 有一点可取的 就这一点 忘各位家长把这段话 读给自己的孩子 让孩子安心 别怕 还是威胁 还是威胁 这个 微有点真的东西 但是呢 他也不是出于真心 只是道出一个实情 那个 言语之中呢 充满了威胁 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结果呢 威胁起作用了吗 这段微信群 好像没起作用 家长们 基本上都在观望这个事态的后续发展 然后呢 因为中国和这个国外呢 有一定时差 他这事情发生过了 当天晚上发了 发这个微信 感觉第二天呢 大家没有什么 按照他这个预想的 把这个事态 往好处转变 同时呢 他也希望 发这段话之后呢 起到威胁的作用之后 他要进行后续一步 所以呢 第二步他就展开了 什么呢 当地教育局和这个学校 要求家长一起到学校来参加家长会 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讨论这个事情怎么着 这是你们主管部门的事情 他这个情况录音放在这了 该怎么办 你们自己知道 你把家长叫来 美其名曰 看看家长的诉求 不必问 你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把家长叫来商量 你有什么诉求 谁愿意当面和你这些诉求啊 另一个中国人 唯唯诺诺诺 诺诺惯啊 都不愿意得罪人 都不愿意当雏头鸟 然后你把所有人叫来 当面罗对面骨 那谁敢 在你这个教育强势部门 孩子还是从你这上学 能说什么 这里边就带着带着花样 带着玩出花活来了 这个到了之后呢 除了学校发言 对这个事情啊 说了一下 光明堂皇的话 要严肃处理之外 家长没发现 这个老师 他的老公叫马世成 还有他老公的姐姐 也来到了学校 就站在这个校领导的旁边 站在讲台旁边 对着这些家长 来干什么呢 是来代表这个老师来道歉吗 不是 我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啊 家长们基本上 都有着拿手机玩 有的是低着头 有的在相互窃窃私语 然后这个马世成的姐姐 忽然掏出了请愿书 开始挨个让大家签字 说肖老师很辛苦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好 肖老师还是师德的 这个叫什么 师德先进个人 师德先进个人 大家都不用说了 中国这种评选 领导说谁好 谁就好 孩子们有没有这个资格来评论 哪一个事得好与不好 又是班主任 很辛苦啊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好 这就是冠冕堂皇的话 对工作认真负责 对孩子们关心 被制 都拿学生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看待 你说出来话不恶心吗 然后说完这一话 然后就开始提要求了 第一 让家长们都支持肖老师 在请愿书上签字 强烈要求学校 让肖老师继续担任班主任 以及数学认课老师 你看他不仅是回来要求 而且班主任和认课老师 这两个一个都不放 我们知道班主任呢 他有特殊津贴 同时的班主任权力相当大 他除了对学生施加全面影响 可以能换取更多的 这个学生在学校的 这个生活和这个关照 所以呢 班主任呢 更是这个学生家长 行贿也好 或者是表达诉求的一个重点人物 不会给某个认可老师 除了主课老师之外 个别偏刻的之外 主要就是给这个班主任老师 表达诉求 或者换句话说 寻求帮助 寻求关照 所以班主任他 他还特意提出来 要让回来继续当班主任 而且呢 大的抓住了嘛 小的也不放 再继续担任数学认可老师 就是一样都不放 这是他的第一个诉求 美心理由呢 说都到初二了 换班主任老师 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这个就是一个理由吧 第二 让全体家长为肖老师辟谣 你自己说的那话 录音都在网上 有什么可辟谣的 无非就是辟谣 就是让全体家长帮着去撒谎呗 辟谣就换成撒谎就行 不要相信网传的恶意剪辑音频 又把这个音频说成了 你在撒谎 你在造谣言 又成了 把这个音频说成了 剪辑音频了 就是受益大家 怎么去撒谎 怎么去撒谎呢 就说是剪辑音频 还帮着去撒谎 回家好好教育好孩子 别让孩子们乱说话 那孩子们说真话 就是没教育好孩子 那让孩子们去撒谎 就是教育好孩子了 这就是中国的教育 为什么中国充满谎言 看着颠倒黑白 指路为马 别让孩子们乱说话 说真话就乱说话 就扣了两个帽子 不能说假话 不能说真话 说真话 就是没教育好孩子 就是乱说话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他们他的家属 带来的诉求 说上这些话 结果呢 发现 昨天的微信 看来和今天的这番言辞 没有把大家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家长没有人来签字 然后他现在 他接连就开始 这个上硬的了 因为说客气话呢 看来你们啊 是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 相信硬的 会让你们老实的 那我们看看啊 就说 他接下来说 现在如果不签字 有可能会换老师 换了哪个老师 都不会再好好教你们了 就是点出来 你们这不仅和肖老师 这为敌 你这是整个和学校 和教育界为敌 这个班的学生 班里出了这样的 恶意诬陷老师的 学生和家长 所有老师心寒 看到吗 很明显的 你们这些行为 要这个 制裁 失德不好的老师行为 是要和整个教育界为敌 你们这个行为 就是污蔑老师 让所有的 这个 充满了 一身臭同气 这个 利用老师职位 在学校 这个 为所欲为的 这些老师们 都心寒了 因为说句实话 中国因为 中共要把老师 塑造成 他的这个 洗脑 工程师 所以呢 限制 剥夺了老师的很多权利 让他们 剥夺了他们 讲真话的权利 所以呢 也同时给他们的 进行了补偿 就是让他们 可以利用老师的职位 通过家长 收黑金的权利 做一些 关系 交换的这种权利 只要你能帮我 洗好脑就行 所以呢 好的老师 在中国有 还不少 但是呢 越来越少 或者混的不好 这种 微费色彩的老师 越来越多 甚至很多 这个老师 都是靠关系进来的 他本身家庭出身 就是非权即贵 不是有钱人 来找一个安逸工作 既有社会地位 又呢 又有这个汉劳保收 还有一年两期假期 要么呢 就是当官的子弟 来这儿 那个 你不愿意在社会上混 那就来学校混 来学校 特别是 捞钱的好处不少 像小学 初中 高中是捞钱的好地方 高中呢 还有点整短事 初中小学 本事没有 捞钱的途径不少 大学老师呢 那个 更是无言障气 基本上大学呢 基本上就是养贤人 养关系 养关系单位子弟的 这么个地方 在一个养流氓 养的比较多 说远了哈 所有的老师 心寒 更厌恶这样的班级 那他姐弟俩 代表了那个老师 这个萧老师 就说了 所有的老师 都会厌恶你们 这个班级 把这帽子再扣下来 啊 咱孩子们都出二了 没有萧老师 这样负责任的老师 萧老师并 我认为并不是负责任 他呢 只不过是 认为这个班里呢 权贵少 捞好处的少 途径少 所以呢 不满意 有感而发 当然 任何人发言里边 他都带一些正义性的东西 所以呢 他揭露了一些社会界的 这个丑闻 这个教育界的丑闻 并不是他真心的负责 嗯 没有萧老师这样负责的老师 中考就完了 一个班也没几个 能考上高中了 啊 这就是赤裸裸威胁 你们这样做 没有老师会来教你们啊 你们以后这个班就完了 以后 现在换老师也学不好 以后也考不上高中 这个是胡说八道 现在上个高中很简单 上个大学也很简单 但你要是想上的好 除了个人努力之外 确实需要好的这个学校 这个是有的有困难 但是呢 他用这个话呢 来威胁 来恐吓大家 就是连高中都上不了了 在这么威胁之下 连虹带恐吓 再加上有一些家长 天生的带有奴性 还有一些家长 其实早就看透了 这样 这种诉求 其实是和整个中国教育界 进行掰手腕 甚至是和中共 这种管理体制掰手腕 注定没有好结果 所以呢 也有很多呢 见 见好就收 也就开始签字了 奴性的就马上跪下 其实他们有一些 我估计早就想跪 甚至都不支持 一块去 这个 把这个事情 进行这种追责 他们现在早就 早就想跪了 第二部分呢 有一部分人 理智的感觉 也不过如此 第三呢 再加上墙头草 这时候也跟人一走 最后剩下的呢 比较坚定的 但也无可奈何 别人都这样了 自己再想一想 中国哪有净土啊 教育界有净土吗 教育界 说句实话 有的时候更脏 表现的 然后都签了字 你看这些操作 就很熟 中共很多方式 都用这种方式 你比方说 出了一个什么什么 某地出了个贪官 就有人上 万言书 有的人就上万言书 有的地方就是 说了什么别的情况 也有人跪下一片 怎么怎么样 一看这是老操作 常见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 这个老师所表现出来的 唯一的一点好处 就是揭露了这个 中国教育界的真相 这个丑态 但是他本身呢 也是个人渣 虽然他是一个 真小人 比较实在的人渣 但也不排 不是能说明 他就是一个真正负责的老师 这两个操作 做出来了 后续我觉得 被停职的老师 很快也会官复原职 工资什么的 也不会少 无非就是 能让他评选上 师的老师的 背后的家族关系 或者利益 稍微多请 吃几顿饭 喝几顿酒的问题 以后是 酒照喝 钱照拿 五照跳 好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